I don't wanna stay here no I ain't gonna keep it up now If you wanna go let's go Let's wrap it up and hit the road I just got an awesome vibe Striking the wind up post now Lebodies on my mind We've taken off with like the run You Hi 歡迎收看大人更愛旅行 我是Jeky 那我們現在在台南喔 我們來到台南非常有名的 十谷人堂文創園區喔 那準備來這邊一日遊 那這個十谷文創啊 它很貼心啊 它可以在線上先購票喔 還有加入或是加入Lite 8 可以直接購票 因為原價是449一個人全票 一整天全日票 那在網路訂購的話是95折 是425塊 那也會先選好這個 大骨表演 會幫你選好 還有會送那個甘蔗吉仔冰喔 還蠻貼心的 好那我們剛剛已經換好票了 那現在要準備入場了 好那就跟著我們一起走 Let's go 好文創的感覺 真的 這以前是舊的堂場 仁德堂場 對 你看 所以保留很多當時的那些 這個器材 這裡餐廳 等一下那個冰棒 甘蔗冰棒就是這邊領 然後這個每一張卷有這個 底用卷啊 餐廢底用卷 就是 待會中午可以在這邊吃飯 好特別有臭豆腐耶 超愛的臭豆腐 我先看一下 待會再來吃 先去看一下 玩什麼這樣 它極限的那個在那邊 恐怖的在那邊 我不敢玩太恐怖 先去射箭好了 躺體 有人下來 好可怕喔 先來看一下這邊 觀摩一下敢不敢做 我不敢做 好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 兒童館室內體驗區 所以兒童才能進去 我們不能進去 我們只能在外面 然後他進去要拖鞋 然後你看他有一個室內的這個 溜滑梯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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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下去之後 下面都是很多那個 小朋友愛玩的球球 下面所以這一棟是 兒童室內體驗館 那我們現在的地方 是在兒童館旁邊這一棟 是叫做蜜橋咖啡廳 那它這邊也是有套餐組合 我們的餐券都有底50塊 都可以在這邊使用 所以也是走一走 如果肚子餓了 或想吃甜點 都可以來這邊蜜橋咖啡廳 好可怕喔 我看到都腿軟 好可怕喔 一邊住沒有三個 二二二三 三個,四個,四個 一位 一票,四個 一票,四個 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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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哇 好 那這個點叫做極限大擺盪 如果你喜歡盪鞦韆的話 可以來挑戰這個 就是想有點像人體那個海盜船 大搖擺盪 好 我們現在來搭乘魔法列車 它是園區的火車 12點15分出發 很有趣 那這是早期運送甘蔗的五分車 所以我們來體驗那個 當年運送甘蔗的五分車 魔法列車 好 出來了 我們從這個小火車到站的地方 這裡就是孟堂工廠 這一大洞 那這一大洞 很多精華都在這邊 那一樓這裡是糖霸 糖霸餐廳 那它是最主要是吃西式的 義大利麵跟燉飯 那一樣有套餐 好 他們一樣有套餐組合 325 那我們都可以抵用就50塊 所以它這個園區其實很多餐廳都可以吃 你可以吃這個或中式 或是輕食的都可以 好 那我們要現在去二樓 二樓它就是叫做 魔法工廠 從這個旋轉樓梯上去 這一棟 上來了 上來了 我們從糖霸 一樓糖霸那個餐廳 然後沿著這個旋轉樓梯上來之後 二樓就是魔法工廠了 好 然後我覺得 一定要提醒所有的女性朋友 來這裡來十股文川 一定不要穿裙子 不管你是長裙短裙 因為其他到處都是那種中空的 你下面都可以看得到上面 對 所以一定不要穿裙子 要穿褲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魔法工廠 有室內攀岩廠 還有室內射箭 然後那個很可怕那個 像自由落體那個也是在這一棟 所有的都在這一棟 它這個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在二樓發現這個魔法工廠很適合Post Braille 你看我們Couch後面推牌學生 他們專程 你看大家都打造這個 都盛裝打扮來這裡拍魔法系列的照片 對 是不是很用心 所以這裡其實很好拍 你看也可以帶衣服來啊 尤其現在萬聖節快到了 也很適合這樣子 好 跟大家揮揮手 好 我們剛從那個孟堂工廠這邊 接出來之後階梯可以接到這邊 沿著大樹這裡透明的路叫做天堂步道 天堂步道還蠻美的 你看它沿著這棵大樹這樣 繞繞去 繞繞去 其實它蠻多的路都有通 天堂步道 這個設計的人很厲害 竟然有辦法設計這樣子 步道 好 在石谷文創這邊啊 其實有很多這個極限設施可以玩喔 那在我後面這個叫做蜘蛛人 剛剛有人滑下來就是蜘蛛人 那最高的那一棟 孟堂工廠 孟堂工廠 它的四樓 四樓有兩個極限運動 一個叫做唐金落體 就是自由落體 一個叫做飛天宅極變 就是一樣 從很高的那邊滑到這一邊 很可怕 不怕高的人可以玩 那飛到這邊之後 再搭乘這個 再玩蜘蛛人下來 再滑下來 所以其實蠻多 那個小朋友都在玩的 所以不怕高的人真的可以挑戰 那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喔 就都含在門票裡面 還不錯 蜘蛛人蜘蛛人 你看 連小朋友都在玩耶 我都不敢 隨便他們從四樓 再接到這裡 三樓再下來 還不錯 還不錯 可以來這邊挑戰一下 極限設施 好 我們總算找到一個 比較簡單的 戶外射箭區 來射箭一下 來喔 要來射箭喔 找一個比較簡單一點的 可以沾一下嘴 這個安全的 好 再來試一下 好 再來試一下 哇 射箭也是很難耶 我們看那個全民心運動會好像很簡單 其實很難 等一下 射箭 啊 不夠 我本來以為是放這裡而已 是要整個放掉 還要去撿一下 先去撿一下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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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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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玩到了 好 我刚刚玩的这个叫做 大流铺滑梯 其实蛮安全的 他们全套的安全措施都做得很好 然后一定要脱鞋子 然后上去东西都不能拿 然后他们有那个防护 防摩擦的那个垫子这样下来 还蛮好玩的 可以来体验看看 好 那我们再继续走 好 那我们今天的十股文创一日游 就介绍到这边了 那这边是一票到底哦 那可以玩一整天又吃又玩 又可以看那个十股鸡乐团的大股表演 其实真的还蛮值得的 那因为这个大股表演 它是有规定就是不能在里面录影拍照的 所以那一段表演的时间 我们没有放在影片上面 那大家真的有空自己来这边观赏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推荐给大家 好 那我们现在即将要回家了 就下支影片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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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